北京时间的2022年3月20日晚上11点 英特尔正式向玩家们公布了首款多类显卡 ARC瑞旋 其首发型号包含了A770M、A500M和A370M等五款 至于它们的详细规格和性能表现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 来看看吧 具体来看英特尔首批基于XC HPG架构的ARC瑞旋显卡 主要面向一弄端 再号为Alchemist 采用台积电6nm制程工艺 主要分为ACM G10和ACM G11两种SOC设计 共G357三个系列 而这一命名也与英特尔CPU的i3、i5、i7类似 其中旗舰级的A770M和A730M隶属于ARC7系列 并基于ACM G10核心打造 前者拥有32个XE内核和32个光追单元 共G512个EU直行单元和4096个流出的系 配备了位宽256bit的16GB GDDR6显存 显存频率为1650MHz TDP功耗为120W到150W 而后者A730M则拥有24个XE内核和24个光追单元 共G384个EU直行单元和3072个流出的系 配备了192bit的12GB GDDR6显存 显存频率为1100MHz TDP功耗为80W到120W 至于主流的A550M则隶属于ARC5系列 至于ACM G10核心打造 拥有16个XE内核和16个光追单元 共G256个EU直行单元和2048个流出的器 配备了128bit的8GB GDDR6显存 显存频率为900MHz TDP功耗为60-80W 而余下的入门级A370M和A350M则隶属于ARC3系列 基于ACM G11核心打造 前者拥有8个XE内核和8个光追单元 共G128个EU直行单元和1024个流出的器 配备了64bit的4GB GDDR6显存 显存频率为1550MHz TDP功耗为35W到50W 而后者则拥有6个XE内核和6个光追单元 共G96个EU直行单元和768个流出的器 配备了64bit的4GB GDDR6显存 显存频率为1150MHz TDP功耗为25W到35W 至于性能方面 根据英特尔公布的游戏帧率来看 在1080P中高画质下 入门级A370M变个在杀手3、无尸等大作中 获得60帧以上的不足表现 而在给它爱物、堡垒之夜等游戏中 更是能够达到100帧左右 除此之外对比目前的XE核显 还有接近2.35倍的算力提升 看来英特尔的显卡表现确实可以 当然具备3i加成的Deeplink技术 以及XE-SS的超级采样技术 ARC锐线显卡也是均一配备 至于发布时间 目前英特尔仅会首发热门级的 A370M和A350M两款显卡 而面向主流和高性能的 A770M、A730M和A550M 都会在今年初夏公布 除此之外 华硕、惠普、微星能主流的OEM厂商 都已确定会推出搭载ARC独立显卡的B级本 最低售价899美元起 约合Mii5706元 性价比可谓是非常之高 而在最后的OneMousein之后 英特尔也终于公布了定位于桌面级的瑞选独立显卡 新用了双风扇的双插槽设计 整体质感比较不错 但在细节方面并未展现太多 而发布时间的话也将会在今年的夏天 所以就请各位玩家们继续保持期待吧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Key强 我们下期再见